前面有一個最新的民調出爐 那這個民調裡面就是陳時中的仇恨值還是最高的 但你們怎麼看現在就是梁文傑說 你的仇恨值是高過陳時中 我告訴你 這個就是政治口水 我倒覺得是這樣 這場戰打到這裡 我剛剛每天都是抹黑 口水都打一打下去 從到現在為止好像沒有人要討論政見 那是很糟糕 所以你怎麼看他又說你的仇恨值會影響到黃珊珊 那他為什麼不說陳時中的仇恨值影響到他自己 本來這個選舉就是有喜歡不喜歡 所以我們台灣現在也沒有用那種叫做正負面的投票方式 其實我們在台北市政府投票都是用打圈的加一分 打三角形的加零分 打X的扣一分 這是我們在台北市政府升等的這種投票方式都是採用這個方式 問題是目前中華民國的選舉都是只能投一票 而且是正面投票 所以有時候很容易選出那種正義性很大的 那你覺得你的仇恨值有高過陳時中嗎 不可能啦 我覺得我親連勤政愛民愛鄉土怎麼會